咱们继续讲 中炮盘头马 这一讲引用实战对局 红方是越南骑手软城堡 黑方是乱战天王洪志 下面进中兵上盘头马 咱们的洪志特大选择是浸泡 意图非常明显 准备来打断这个马腿 然后是平居线手转炮 因为红方居无根 这个地方非常容易走出 过河居压制 如果这样走 红方一进马 这边踹着马 这边要平兵 不管怎么硬 红方都是大优 所以实战杀掉中兵也是 必然走法 下面软城堡选择浸泡 红志选择进巷 然后进马 就踹中足 肯定不能进足 因为会再踹 卧槽就成立了 所以实战 红志特大选择进马 下面红方是进巨 意图非常明确 形成霸王居 准备打马得子 然后黑方就进马 红方踹掉中足 已经是叫杀 挂脚平居 就是杀旗 所以黑方也只好是进马 然后红方来捉骂 这个地方宝是不成立的 如果进居 这个就阻断了 是空招 实战红志 选择高一步居 防止这个挂脚 下面 虽然是交换 但是红方的攻势 已经无法阻导 这个局面 红方已经锁定胜局 当然锁定胜局 不等于取胜 红方应该怎么入局呢 好 咱们继续 不知道大家是否能走出最佳选择 实战 居一平四 就是最佳选择 大家可能会有疑惑 为什么不居一平六所降霉呢 为什么要放到这条内线 因为阮城堡正在酝酿一个大飞刀 下面黑方禁足 把拘路打通 这是必然 红方一步平拘 惊天妙手 当然黑方不敢杀 因为进马一将 平拘杀起 那不敢杀红方 红方可要杀黑方 这个局能不能闪开呢 反正首先不能到内线 是吧 局口 这就是为什么 居一平四的真正原因 只要不能到内线 至于到七路还是九路 无所谓 道理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进马一将 是带着响着 他要硬 然后 就抽狙 所以在这个时候 红制特大 没有办法 只能停炮 把狙炮困住以后 再缩降霉 那就要上马了 黑方只能是守着个点 红方就被这边来了 那 狙炮被拴还不能挡 丢着狙 只能平降 然后 然后消掉 祖 还是带着西朗 只能回去 他再回马 来踹狙 黑方的狙 不能上下 因为这个一上来 就麻烦了 只能平开 红方 外白队 狙进不了 仅此一招 下面 红方不一定是直接握 他可能是直接平居 就无解 咱们也看看 就假设黑方随便走一步 红方会直接平居 叫啥 黑方只能平降 那就是说你一握我还能不试 对吧 但是 这个地方是直接砍试 根本就没有进士的机会 在这西朗 只能回去 再回马 炮在西朗 然后 就是铁明栓 杀其 对 这个居一平就解不了了 实战 红之特大选择高炮 就是说你平居 我可以电 同时有当头一棒子 还有平这里 手握槽点 等等手段吧 但是这个时候 红方就直接握了 那你平居还能电炮 但是红方直接平炮 这个没法电了 实战又退回去 这样就是说你 打这个黑方 黑方就打红方 但是红方鞠可以走啊 黑方的鞠走不了 实战 红之特大又来打鞠 然后打这个马 没有想到 阮城堡 竟然连个马也不给 那这个鞠又跑不了 局面至此 乱战天王 红智 就主动投资 认赋 我会给他打红方 我会打红方 我会打红方 然后我打红方 然后我打红方